現在看第15題 第15題哪裡不一樣 它也是滑車實驗 也告訴你的滑車質量跟砝碼質量 然後呢告訴你做等加速度運動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告訴你這個往下掉 1.5公尺 1.5 花一秒鐘 也就是說 你要由這裡算什麼 要由這裡算A 要由這個掉1.5公尺一秒鐘去算加速度 然後帶回去那個M等於M 然後又很不幸的這題有什麼 摩擦力 所以它的力量有幾個 兩個 一個是拉力一個是摩擦力 還要去做外力的合力 所以可能感覺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感覺上會比較麻煩 因為剛才都是有直接把加速度告訴我 對不對 我就直接帶就好 這題不是 這題你要自己求 就是滑1.5公尺 從靜止開始動 滑1.5公尺要一秒鐘 要回到我們第一次斷考的內容 算出它的加速度 帶回F等M 帶回去的時候要注意F是外力的合力 這題是有摩擦的 摩擦力要處理掉 摩擦力處理掉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 摩擦力有多少 摩擦力有多大 一誰受力 全部受力 二受哪些力 受兩個力 一個是吊盤拉力向上 一個是摩擦力阻擋 三 成力多少 不是零 因為往下衝越快 然後呢 所以帶F等於M 可是沒有A 沒有A怎麼辦 回到前面前交的 靜止出發 一秒鐘滑1.5公尺 A是多少 這是我們前面做過很多這樣的計算 好 請把它算出來 請問你它應該是多大 三十二號 三十二號 你的答案多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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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你說C嗎 C C請坐 他說C 第一個我說過我們要算A嘛 頭髮圖方法 靜止出發 一秒鐘速度V 不知道 面積球位移 位移是1.5公尺 這是個三角形 底層以高除以2 所以呢 看進去 底層以高除以2 算出來叫做3 所以1秒速度是3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代入直線球加速度 0秒的時候是0 1秒的時候是3 算出來的加速度叫做3 好了 F等於MA的A有了 F等於MA的A有了 表現出來的加速度 A有了 現在就是要找F啊 F是外力的合力 整個滑車實驗 拉力就是那個吊盤重 襯盤 把馬 這裡是把馬重 把馬重 可是要扣掉摩擦力 抵掉它 要扣掉外力的合力 那就是我的受力量是全部 全部 全部 就是8加上5 OK 然後A就是我剛剛量出來的加速度 我剛剛量出來的加速度 往裡面帶 我5乘9.8為什麼 因為重量是5公斤重 可是我要用牛頓 所以我要乘9.8 然後減掉我的不知道的摩擦力幾牛頓 等於M全部加起來 所以8要加5 受力質量是全部 然後加速度A我剛剛算出來的 所以呢 一一一算一算 答案叫做十牛頓 所以我們答案呢 選擇是A 這一題跟前面其實基本上還是一樣 也是要弄清楚誰是我的受力質量 誰是我的受力 不一樣的地方是第一個 這個拉力不是全部的力 你還是要算一個摩擦力 跟我們前面算過的 第二就是他沒有告訴我A 你要用以前辦法把那A給算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並沒有 其實並沒有真的會比較困難 只是你可能多了一步的計算而已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十五 可以嗎 可以